國防部仁慈室的邵將助理次長來 好,王助次 王助次,監察院曾經在98年的10月份 也就是針對這些退伍將領 他一領年總獎金這個 做成一個決議案 要求國防部啊,應該針對 過去一發的兩千七百七十七名的將領 共計三億一千多萬年 然後歷年,他們一領的這一些獎金 應該要追回 那我請問 助次,你們有沒有在追回 這個部分我們 有沒有實際行動、訴訟 或者是發文,請他們繳回一領的部分有沒有 抱歉,這個部分我們現在還在跟監審計部監察院 在做處理當中,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98年10月份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要溝通那麼久嗎? 我們還在努力當中 你們是要監察院收尾成命是不是? 我們還在努力當中 你們的意思是要監察院收尾成命 也就是說不去追繳這些議領的是不是? 呃,不是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跟監察院做溝通 還是要做溝通 所以你們的本意啊 國防部的本意就是不去追繳這些議領的嘛對不對? 明年度沒有編列的嘛? 沒有,從今年就沒有了 今年度,明年度都沒有編列嘛對不對? 所以總共議領的部分是要追回九億三千萬啦 我如果認為監察院如果沒有改變決議的話 那國防部就要依監察院的決議去執行 那不然的話到時候受到彈劾 你就得不償失啦 監察院的決議你們就要去做 要去做 我們會盯著你看 好,請坐 那請那個主委一下 曾主委請 主委那個剛剛彭紹錦所講那個 就是老榮民他們 中老之後啊 留下來這些財產 那我聽到行政院院長 他有一個 有一個原意就是說希望能夠成立一個基金會 成立一個基金會來管理這些 這些老榮民的財產 中老之後的財產 你同意嗎? 報委員 這件事情呢 後來我也跟院長報告過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已經成立了一個榮民榮券基金委員會 那這些錢也是當初在82年以前的 榮民的這些遺產 現在是暫時放在我們這邊 然後如果這批錢 我們就是對我們這些榮民做一些 就好嘛 那不夠的部分你就增加預算編列嘛 然後你又去成立一個基金會 然後把這些錢又要拿來照顧榮民 這個就跌闖駕屋啊 你又把它繳繳國庫就好啦 你們就喜歡成立基金會啦 那成立基金會之後啊 就又有董事長可以派啦 又有董事可以派啦 那些退役的啊 那又有董事長可以做 然後到基金會去領甘薪 這個我覺得不需要 這永無止盡啦 不要再成立基金會了啦 應該就是你退伍會照顧好這些榮民 那這些錢就繳繳國庫 沒有人沒有沒有繼承問題的就繳繳給國庫 就很單純嘛 不要無私又惹臣來好不好 另外齁 我再請問你一下 這個 驗證榮民救養金的問題 是齁 這個也是 大概也是審計部跟你們糾正的嘛 對 到98年為止喔 還有4000多個還沒有驗證完成 為什麼那麼慢呢 這些到底有沒有救養資格 領了那麼多錢 領了好幾億啊 報委員您講那個不是驗證的問題 就是說這些人當初是某些因素 易發了 易領了 不該領的 那現在我跟委員報告 到目前為止我們大概只剩下 四十幾位 只剩下四十九位啦 那錢數大概只有 一千兩百萬左右 其他的錢都追回來了 我覺得齁 這個沒有驗證的這些榮民應該怎麼樣做你知道嗎 應該是停止發放 然後驗證完成之後 認為要補給他就補給他 你不要一直在發 然後到時候還要去追回 這個 這個效率不張 你就應該是停止發放 救養資格有問題就先停止發放 然後當驗證完之後應該發給他了再補發給他 這個才合理 才不會浪費公堂 這個我們會有精進的做法 另外我再請問你一下 這個 領業退縫的這些 退休人員的 教育補助金 退伍會名年編多少 怎麼樣 退伍會編了多少 領業退縫人員的 八億多 教育補助金 八億多 八億多 好 立法院 已經早就做出決議 也就是說 領業退縫的這些人 不應該再編列 教育補助金 你有看到這個立法院的決議嗎 有沒有 這個我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嗎 立法院在 在這個 審立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時候已經做成決議要求行政院 就 領業退縫的這些人員 不得再編列 教育補助金 有啊 有 這是立法院的決議 結果你們還編了八億多 你看 這個 造成社會上的不公平 這委婉公平正義的原則 您講公平正義 我同意啦 但是呢 我們這些人都是服役滿二十年以上的 那個在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立法院在審查總預算時候的決議 這個是國民黨執政之下 立法院多數國民黨委員做成的決議案 這個不是我挑你的毛病啦 不是我找查 是立法院的決議案啦 立法院的決議案說 就是 領業退縫了這些 軍教人員 不應該再 勤領 子女的教育補助會 你看一般的勞苦大眾 普羅大眾啦 這些勞工農民啦 都沒有 那麼好的待遇 包圍你講這個案子啊 一直到現在我們 還沒有接到一個正確的所有的一個指示 但是這不只是我們軍人 包含其他的都是 都是一致的 我知道啦 還有很多單位嘛 但是我現在是在審查你退委會的預算嘛 所以我告訴你 我是告訴你 立法院已經做成 有這件事 但是 已經做成這樣的決議 有這件事 這個 做成決議不是在野黨做的決議 這個是 國民黨佔多數三分之後 四分之三的國會 做成的立法院決議 也就是說這個違反公平 正義的原則 也就是說這些領業退縫 其實政府在照顧他們的部分 都已經在他的 他的這個業退縫裡面已經 反映出來了 那你在邊內 教育補助金給他的話 這個等於就是 這個是多出來的一個 一個福利 所以立法院才會做成這樣的決議 那既然立法院有決議 你們就要遵行 結果你們看 你們還每年都還在邊 根本就不鳥立法院嘛 現在是行政案獨大 我已經告訴你有這個決議案 所以在審預算的時候 我們會對這個預算 會加嚴格的審查 你最好去看一下立法院那個決議 決議案但是現在還沒有完全的下來 包含公務員大家都一樣 教師也是一樣的 都還沒有完全下來 那我們立法院做決議都沒有用啦 那你們也不甩啊 那立法院做決議有什麼用 這不是我們做的呢 這是立法院全面大會做成的決議案 在審總預算的時候 前年審總預算的時候 就已經做成決議案叫你們不能邊類 你還是邊類啊 那你這個立法院是在插屁股 在幫你們背書的嗎 我們做的決議 我們國會議員做的決議你們都不甩 那還有什麼鳥用 你們都不接受監督啊 行政案就是藐視立法院啊 你去把那個決議翻出來 那如果有那樣的決議的話 我們要砍你這個預算 主委 我們聽那個行政院的也統一了個規範 謝謝